一场迷雾袭击了一个小镇 很白很厚渐渐扩张着 更诡异的是 迷雾中藏着一只巨大的飞影怪物 砖抓人的头顶当场逼命 上百个幸存者被困在了商场不赶出去 可本该团结的时候 却有两个大男人因为点食物大大出事 气得经理当场发飙 并警告他们 虽然他们的食物剩下不多大还能撑上两天 谁要是不遵守食物分配就会被赶出商场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刚刚还大气凛然的商场经理 转眼就躲在办公室吃起了毒食 本以为会万无一失 却被一个女人发现准备告诉其他幸存者 这可把经理吓坏了 苦苦哀求女人不要说出去 不然她肯定会被众人赶出商场 可没想到女人死活不肯转身就责 丝毫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经理已经动了杀刑 操起一个物件朝着她的后脑 粉粉砸了下去 接着大喊了救命 见到这一幕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吓破了 保安第一时间就怀疑几事经理干部 上去就对着他一顿嘴闻了 可没想到此时的经理为了自保彻底的黑话 居然将女人的死家货给了艾克斯 没想到这帮没脑子的人还真行 与此同时 刚躲进精神病院的尼克等人 惊恐地发现男孩不见了 就在两人准备去寻找时 医生神圣叨叨地说 这番话弄得两人是一头的误实 不知道医生在搞什么鬼 可他们找了所有的房间 也没有发现男孩的尊敬 就在他们疑惑时 惊恐地发现一扇门前出现大量的血迹 思索在三后 尼克撞着胆子打开了大门 下一秒差点被吓死在当场 无数的尸体朝着他扑了上来 还没等他缓过神 转头就看见医生站在不远处兴奋地说 这些患者死有余辜 因为他们身上都招惹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可当尼克问起男孩的去向医生转身就好 等两人追上来 已经将自己反锁在了房间当中 接着就看见男孩被五花大门在角落 尼克不停地拍打房门 请求医生能放了男孩 可医生死活不肯 神圣叨叨地说怪物就在男孩身上 只有将他杀死才能拯救人类 显然是因为极度的紧张 变得精神失常 还没等尼克反应过来 直接操起一根棍子准备将男孩敲死 见到这一幕可把尼克吓坏 大喊着怪物现在在他的身上 听到这句话后 医生两眼放光 让尼克证明给他看 为了让医生相信 尼克眼神瞬间变得凶狠 解释说有人侵犯了他的女 如果被他抓到那人是谁 他会将那人按在地上太堂破 将手伸进他的身体 直到抓住喉咙 让他死得比谁都惨 听到这样恐怖的杀人手法医生 果然相信尼克被怪物 接着将男孩放了出去 准备将尼克敲死 可还没等他晃了 三两下就给尼克放了 为了防止医生再去害人 操起棍子将他活活敲死 看到这一幕男孩也被吓破了 眼看着医院不再安全 带着丽莎等人就准备前往商场的妻子 可没跑多远男孩大海的停车 因为不远处就是他的家 请求能给他一点时间回家看看父母 可他刚准备叫醒熟睡的妈妈 转过身的功夫差点被当场吓死